近年散步通過的平均地權條例 主要是為了要實現居住爭議的價值 那因此裡面有非常多的規範 那其中一個部分為了要打擊草房 那個時候內政部曾經公開宣示過 房子是拿來住的 不是拿來投資的 也不是拿來炒作的 所以我們才推動平均地權條例 杜絕炒作的行為 在這整個規範的架構下面 我們說司法人 司法人他們有住宅的需求 他們有住的需求 所以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一 要求什麼 他說司法人買賣住宅的時候 要檢具使用計畫 要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這裡所講的中央主管機關 我想應該是內政部沒有問題 好 那內政部呢 在平均地權條例下面的授權 針對司法人買賣住宅的許可 訂定了一個辦法 訂定了這個法規命令 司法人可以去買住宅的情況 限制了6款的狀況 那這6款的狀況 必須要經過內政部審核 通過以後 才能購買 部長到目前為止 我對於法規的說明 應該都沒有錯誤吧 是嗎 好 那但是呢 我進一步啊 因為法律通過規通過 我們要看實際上面實踐的效果 那我去調了資料以後 但我賀然發現 既然 幫給老闆自己當宿舍用嗎 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情況 那進一步去看 他買什麼宿舍 我的老天啊 這些公司真是太有佛心了 他買的宿舍全部都是豪材耶 以平安環宇來講 他買的是3.2億 90坪 以旭倉新企業有限公司來講 他買的是多少 6.4億耶 6.4億的文華院耶 我看了這個通過的狀況以後 我真的嚇壞了 部長 我看具體的例子就好了 台北市前十大豪宅 西華富邦 公司 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要買2.3億的宿舍 給那個人住 這個是我們當初平均地權條例 修法 讓主管機關審核的修法意志嗎 來請部長 好謝謝委員的垂詢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不應該 因為這個是 部長你說的非常好 不應該嘛 對這個違反 這個違反 那叫做什麼準的 這個違反我們的這個 什麼許可的 不過 跟委員報告 他因為之前在定法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在法的一個宗旨 就是說希望不要短期炒作 所以他是 兩個層次的問題 部長不要混為一台 第一個層次 內政部要把關 司法人什麼時候可以買 要內政部核准嘛 對 核准了以後 5年之內不能轉租 那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嘛 請您 不要把兩個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 是 我現在請教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內政部怎麼準的 我今天聽部長這樣講 我很肯定 你說不應該嘛 不應該是怎麼準的 我想這個是 應該是我們地政司在 這個法剛通過的初期的時候 那現在他們已經在修改這個辦法 沒有沒有 這個已經不允許了 你不用去修改辦法 你回去看 這個是哪門子宿舍啊 用道理說服我 用道理說服台灣社會啊 用道理說服關心居住正義的人啊 這是哪門子宿舍啊 藝人公司 買2.3億的豪宅 一個人住 這樣內政部也準 部長會不會太扯啊 委員 我跟你報告 這個 這個我個人認為這個是不應該 沒有 裏面個人的立場 你是有部長的立場 有部長的高度 這個就是不應該嘛 這個不應該 不應該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想這個 之後就不會準 所以是前面這幾個大陸先放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要修我們相關的一個辦法 沒有沒有 我還是回去嘛 你不要去講到修辦法的問題嘛 你以法條的含舍來講 這是哪門子宿舍啊 還不是只有這一個 下面這個更誇張耶 下面這個是文華院耶 5.6億耶 5.6億的文華院 買來住6人宿舍 我一去查 哪家公司福利這麼好啊 我要趕快去丟履歷表啊 可以住5.6億的文華院是宿舍 結果一查 是台灣的巨父陳泰銘 而且這文華院 他用司法人用宿舍準 部長你知道這個是文華院 他買的第幾戶嗎 部長你知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好我跟部長報告 第9戶 他前面買8戶了 全部都在文華院 他用第9戶 然後當宿舍 我們內政部還准 我老天啊 平均地權條例 當初讓司法人買宿舍的例外 是這樣用的嗎 部長 這件事情要不要檢討 我想這個當然要檢討 好 需要多久 現在已經 剛剛在講的是 我們第一次在修許可辦法 不過 委員我跟你報告 這個事情 我想這個是不容許的 因為這個是在專漏洞 部長 這已經容許了 這不是不容許 已經容許了 已經被容許了 這個事情不應該發生 對 所以我就說嘛 你們當初法規怎麼解釋適用的 部長說要檢討 時間到了 我尊重其他委員後面的質詢 但分兩個部分 一個 一個 當初怎麼準的 符不符合 當初你們定辦法的意志 這是一個層次的問題嗎 第二個 未來辦法要怎麼修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嗎 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請內政部提出書面的檢討報告 部長需要多久 我想 十天之內 十天之內 好 另外 另外委員 我給你報告 這個事情 是我 不是 不是我個人 我覺得這個是不容許 所以 剛剛在提到的 這個後續的一個補救的方式 我們會一併來做檢討 所以我才跟你講 分兩個層次 部長說不容許 我聽了很高興 但你說不容許 你們下面的審查就準嗎 這不應該容許 好 謝謝